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这人走过来 成招娘身旁的侍从有些紧张 不怕 让开吧 同是路人 都在南处 婢女明白指令 猛喊道 侍从们指的让开 那人大步走近 站在篝火另一边 火光下映照出他露出的顿顿的下巴 肤色白皙光洁 独气小娘子 她说着冲婢女拱手 声音轻亮 听起来很年轻 婢女还在瑟瑟发抖 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这边刚站好 呼听嗷一声 一头黑影直不过来 逼你尖叫 站在外边的侍从反应快 反手劈刀 一头狼嚎叫着滚落在地 但紧接着另一头又扑上来 这些狼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侍从们面色惊惧地看去 先有四五头狼正从后边的路上跳跃而来 此时现场血腥气的刺激让他们发狂 露出森森白牙 显示如斯 眨眼间已经扑到近前 所以说 野外遇到独狼不怕 可怕的是遇到狼群 而与此同时 那边停在一旁的马车也惊吓 嘶叫着 扯着车乱跑了 不过 没人注意这个 侍从们再顾不得守护谁 但金哥都叫喊着 胡乱奋力地砍杀过去 娘子 婢女尖叫 一把要抱住成交娘 却扑了个空 成交娘矮身从篝火里捡起一根燃烧的木柴 对着那些狼 婢女想要学着样子 最终到底不能自已坐在地上 旁边的男人伸手抽出两根 也对着了狼 带着几分跃跃欲试 烧他们的鼻子 她的声音在这嘈杂中根本不可闻 烧他们的鼻子 婢女尖声喊道 伴随着她的喊声 那人果然跨出去 用火把猛地处向一头刺牙扑过来的狼 狼聚火 嚎叫后退 那人立刻另一只手的火棍砸向狼的头脸 狼嗷嗷叫着滚倒在地上 背一旁的侍从再加一刀 那人退回来 随着动作 斗帽掉下来 露出一张年轻的面容 在这火光厮杀嚎叫血性气中 扭头看见婢女 竟然微微一笑露出白牙 好玩 好玩 这还好玩 这莫不也是个傻子吧 婢女正正 看着那转过身的男人背后 一只狼猛地扑过来 一瞬间连尖叫都忘了 嗖嗖几声 破空飞了几只剑 其中一剑 将这头月洗的狼射穿 带着扑过来 力度之大 只滚到篝火边婢女的脚下 啊 女儿子 婢女发出一声尖叫 转身抱着成交娘 幸好 成交娘如今动作灵活了 急事地将手中的火棍扔出去 要不然 这婢女没被狼咬伤 就要被烧伤了 她抬头看去 接二连三的剑搜搜而来 渐渐命中 甚至还有一剑双狼 很快 这边的威胁就消失了 夜色里 几匹马出现在近处 马上的人 发出一阵阵嗷嗷的叫声 好久没这么射狼玩了 嘿嘿 大哥 好似又在西北杀狼了 嘿嘿 都让开 给爷爷留着 又杀个痛快 伴着又一只狼被射穿了摇杆 仅剩几只的狼群嗷嗷叫着逃窜 众人齐声发出一声欢呼 庆祝脱离危机 篝火重新点燃三堆 一场险战之后 隔阂前销 反而多了几分亲密 侍从们一起合力追回逃散的马蹄 包扎伤口 说小方才的激烈 这边陈思老爷和曹管事 与那年轻人攀谈 当然 他们谁也没有问对方来历 只是互相道谢 感业入世凶险 陈思老爷说着 带着心有余悸 少年人说道 没走过也不知道 走过了就知道了 挺好挺好 怎么就挺好了 陈思老爷和曹管事愣了下 看着少年人 不过十五六岁年纪 穿着看似简单 但却掩不住一身富贵气 似乎是怕夜风 又戴上了冬帽 火光映照下 看不清形容 他坐在篝火边 手里拿着一根树枝 在篝火里挑来挑去 少年人玩性 哪知凶险 陈思老爷摇摇头 看向曹管事 陈思老爷说道 要不是那几个汉子干啥 咱们这次 真是有些险急 曹管事被狼抓伤胳膊 随时裹着伤部 点点头 说到这一口 大家都看过去 在拎个篝火边 坐着那几个 如同及时雨 暗夜里突然降临的汉子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少年人也看过去 问道 陈思老爷说 说是看病的 看病的 少年人惊讶于生 看了眼陈思老爷 又看那边的人 目光最终落在 如同自己一般 裹着大披风 戴着兜帽 看不清形容的女子身上 成交娘正在看着婢女 给金哥包扎 小孩子在方才 被狼咬伤了腿 到底是年纪小 鼻涕眼泪的痕迹 还在脸上 婢女一面给她包扎 一面夸赞她 旁边两个男人 也拍着她的尖头 夸赞少年英雄 将来必定不凡 云云 金哥长这么大 遇到最凶险的境遇 就是跟巷子口 几条恶犬狭陆相逢 此时竟然夜战狼群 害怕过后也觉得无比的刺激 被说得连着嘴笑了 自觉经过此一役 回去之后便是好儿郎了 伤养得不错 成交娘说道 用侧头略看了眼 被几个男人 从旁边一辆马车上 架下来的男人 几日不见 这伤者已经不是当初 逼死的样子了 如同其他汉子一样 这伤者站起来 也是五大三粗 并且想必也是身材形状 此时活着辣差 这脸色还有些辣黄 但双眼却是精神得很 是娘子 沈医生说 他笑着说道 声音沙哑 忠气不足 旁边的人急忙道 娘子 你看我家三弟 还有抓什么药吃 不用了 成交娘说着 不再看这些人 而是盯着篝火 吃肉喝酒 补一补就可以了 好好 这种药生我喜欢 几日不蘸酒肉 别杀老子了 恨不得 这就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痛快一尝呢 男人哈哈笑道 又带着几分遗憾 成交娘扭过头去 看她一眼 这里的酒 也不过比水烧浓些 算得什么 那就痛快吧 他说着 用手中的烧火锅一指 那边不是有肉 那边 汉子们看过去 见路边躺着一匹 是才被狼死咬的 不得救死去的马匹 这边乱哄哄的 嗷嗷叫着跳起来 引得所有人都看过来 他们要干什么 吃肉吃肉 这边喊着回答 很快拿着刀 去割死马的招 可惜死马不多 不过 其他人也没有要吃的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吃马肉 太难吃了吧 架起火 开始烧烤马肉的汉子们 哈哈笑了 嘿嘿 你们这些养尊处优的人呐 哪里知道这马肉的鲜美 只要各在西北 都轮不到我们吃 陈子老爷摇摇头 收回视线 这些人许是西北逃兵呢 曹管事低声说道 逃兵啊 陈子老爷更为不屑 千 王布棠手下 也就这些怂货 不吃败仗才怪 旁边的少年人 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 将视线转向那边 马肉 他问着 似乎很好奇 好吃吗 身边的徐从说 不好吃的公子啊 很臭的 少年人 嗷了声不问了 依旧看着这边 陈子老爷说 那让他们一边吃下 守着娘子 成何体筒 曹管事似乎没有听到 眼观鼻 鼻观心 要是想赶这些汉子走 还用等他们出口 那女人 什么难听的话 说不出来 什么难看的事 办不出来 不要管 由他 随他 认他 曹管事 已经牢记 其郎君的话 陈子老爷 还没上前说话 那边有人 跑过来 这位老爷 娘子说 你这里有酒 寄我们喝点可否 两个汉子 咧着嘴笑着问 都娘子说了 他还能说什么 不敢 应当 成梦相救 起一肯谈记 陈子老爷 含笑说道 抬手示意随从 将自己马车上 用于夜间 秋寒的几坛酒 拿下来 给好汉们上酒 人人有份 营地里 变得更加热闹起来 甚至还有人 过来分了一些马肉吃 这其中 就有那位少年人 当然 他只咬了一口 就吐在了地上 嗯 果然难吃 他说着 然后似乎想到 什么好笑的事 身子都在微微颤抖 看着旁边的 曹管事和陈子老爷 哎哎 我此时 要是再说一句 何不识肉迷 就更好玩了吧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人有病吧 陈子老爷和曹管事 皱眉 这么好笑 你们听不出来 那少年人 还有些不满 摇头说道 陈子老爷和曹管事 敢笑两声 我去看看损失了多少马 陈子老爷说着 起身走开了 曹管事自然不肯 自己留下 也找个借口走开了 高火边只剩下少年人 以及随从 火光跳跃下 少年人翘起了嘴角 慢慢地吹下来 哪里还有半分懒笑的意思 阴暗闪烁中 测影速速 周围的喧闹 似乎隔绝 直到一阵大笑声传来 静一静 静一静 我三弟要唱歌了 唱歌 说笑喝酒的人都看过来 靠坐在木架上的男人 咧着嘴笑起来 洛财虎 越发显得乱葱葱 即日痛快 痛快 他说着 手里搂着一个酒坛子 原本拉黄的脸 在酒的刺激下发黄 双眼也最茫茫 我们粗人 不会说话 我们不会说话 我们唱歌 大家哄笑起来 还真没见过 不会说话 会唱歌的粗汉子 等下纷纷起哄 我们三哥 可是读书人哪 几个汉子喊着 带着几分得意 会吟诗作对呢 读书人 吟诗作对 大家更是叫起来 这般的读书人 还真是少见 男子不以为意 哈哈笑着 兄弟心 他呼的张口畅道 与其说畅 不如说吼 因为病弱 声音沙哑 听起来 倒别有一番味道 果真畅了 大家渐渐安静 两肋扎倒 似乎不成取丢 但这般吼出来 又是这般夜色里 听得倒是有些滋味 生死管呀 情欲比天高 这边的少年人 转过头说道 看来 确实读过书 随从没说话 也看过去 见到男人 似乎有些词穷 抓了抓头 呼的 看见篝火边 坐着的娇娇女子 小娘子呀 只为我一笑 婢女眼睛一瞪 立刻站了起来 少年人呵呵笑了 还是个风流独自人 又惹哭那小娘子了 好玩 好玩 要是搁在别的时候 这种带有调戏 小娘子的话唱出来 肯定会得到 男人们的起哄 但诡异的是 现场一片安静 以至于 那些已经咧嘴 准备笑出声的汉子们 都不自觉的 只咧嘴 没出声 虽然陈四老爷 和曹管氏都没明说 但千里迢迢 为这娘子奔赴而来 其重要不言而喻 让自己主子们 都有求于的娘子 他们这些侍从 怎敢笑呢 对恩人不敬了 大哥周梅说道 这娘子 一看就是 富贵人家的规格女 闲杂人等 多看一眼都要屈打 别说这样 用言语挑逗了 虽然他知道 自己这个兄弟 并没有挑逗的意思 但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男人不知是词穷了 还是也忐忑了 唱完这一句 也没声了 给我拿个酒坛 安静中 大家都听到了 要用酒坛子 砸破他的头啊 曹管氏幸灾乐祸的 对身边的随从说 这娘子 可是干出来的 是 毕宁应声是 伸手捞过一个酒坛 成交娘伸出手 他 大哥起身赔罪 抬张口 成交娘接过话头 给我一把刀 那位大哥正好站起来 文言毫不迟疑 杨手就把自己的刀递过来 娘子 我这兄弟他 他再次低声要说话 成交娘抬起掏 反手用刀背 敲在酒坛上 发出一声闷响 大哥的话就停下了 成交娘的刀背 又接连敲在不同的地方 闷闷的酒罐 渐渐发出高低清闷不同的声音 暗夜里听起来有些怪异 少年疑了声 微微掀起帽刀 向这边看过来 他说着 疑 几否 千古风流 一肩挑 成交娘缓慢地唱道 说是唱 不如说是说 她的声音 木然平缓 除了拉长的声调 别无起伏 现场一天安静 这让原本声音小的 成交娘所唱 传开了 为知己 一切可抛 刀背敲击酒坛 节奏也如同 她的声音一般缓慢 伴着自己的声音 成交娘心里 溅起波澜 知己 她似乎也有知己 似乎也为了知己 一切可抛 可是 她想不起来了 她忘了 忘了那些 不管是让人哭 还是让人笑的一切 冲 观 一 怒 万 天 挑 她低着头 盘坐在地 兜帽遮住头脸 就这样 一点一点地唱着 有记忱 有记忆 有经历 自然 有喜 有怒 她如是怒了 会如何 波澜 激荡 冲击胸膛 可是 最终 面色无波 噪音无声 她就像一个 被困在笼中的野兽 不 还不如野兽 想丝毫都不能 机梦低沉 一字一顿的歌词 所有的人 竟慢慢地沉浸其中 尤其是这冲观一怒犯天调 竟然从这木讷沙哑平缓的声调里 听出了激动 有些人 攥起手 生死官 我两泪插刀 请一喝加好 请比天高 娘子呀 只为你一笑 那个汉子忽然反应过来 立刻跟着唱起来 重复自己方才 剑谷风流一剑调 为之机一皆可跑 重观一怒翻天调 他接着唱成妖娘的 男生唱起来 沧桑更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